下面我带大家一起去另外一个淘金古城 这个古城也坐落在加州内华达山脉 它的名字是什么呢 这个古城的名字呢叫索诺儿 我们把它叫做加州南部金矿中的皇后 淘金石器建的小城基本上都是一条组织道穿过这个城中 来我们一起去看看城中的最典型的建筑 来到这座小城让你最难忘的就是这座基督教堂 教堂建在150年前 这个教堂的位置呢比较特殊 它在这个岛祖街道的高处全城都可以看到它 来到这座小城本来想看金子 金子看不到却看到了这些人物 那在170年前 这是一座非常繁荣的金矿小城 而现在呢金子已经掏光了 但是这个小城很幸运 它有很多森林 所以森林伐木还是它的主要的产业 进城呢我们要路过一片绿地 这片绿地呢是每年在这里开展览的地方 前面这座钟楼很漂亮 漫步在这个小城里 好像时光隧道在200年来回穿梭 略微提一下这个小城的房地产 这是一个中介公司 看这个中介公司贴出的房价 有的房子都达到100万美金左右 那说明这里的房子并不提供 看过我前面片子的人都知道 在加州发现金子是在1849湖 那现在是1850年 这个宾馆就建成了 说明当时这里来偷金的矿工很多 那么这个宾馆从1850年到现在 一直在营业着 一直在维修着 一直在保护着 这是1850年的建筑 城市宾馆呢建在1852年 从1854年 这个房子里就开始经营生意了 这座砖结构的建筑呢 叫城市剧院 1879年这里是一个面粉厂 由于大火呢把它烧进了 1885年呢 在面粉厂的原址上建了这所剧院 看这个名字是一家意大利人 这是他们家的房子 1890年建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废弃的炉子当花盆用 看这个炉子也挺漂亮的 这家墨西哥人餐厅 我们在这里吃饭觉得很不错 很正宗 太喜欢这个乐队了 他们有一个女婿在旁边卖甜点 我们也买了一些 坐下来边吃边欺赏 也算对他们的一个支持 这是典型的西班牙建筑 据记载呢 在陶景时期 这个小城有300多华人 眼前就是一个华人饭店 还有工夫学校 来这个小城旅游的人呢 一定要进古玩店 因为在这个小城里 有很多很多的古玩店 很出名的 很多游人来到这个小城 就是奔着这些古玩店来的 这就算城中新冷 路比较平缓了 这是老兵纪念馆 能见老兵纪念馆的地方并不多 在这个小城有这么一座 老兵纪念馆也算是城中的一个亮点了 因为这里不是工业城市 我想年轻人除了上大学出去离开这个城 那么就参军 可能也是改变命运的一种方式吧 估计从这个小城走出去的军人很多 退役的老兵回来之后 建了这个纪念馆 这是属于一个现代的纪念馆吧 我说这个小城 是一个繁荣昌盛的小城 你看前面的景色就知道 就看眼前这些车辆 你就知道这个城是很繁荣的 我们从低处向高处看 还能看见那座教堂 这就是Sanora小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